原警一個劍步衝上前要車上的媽媽趕快抱孩子過來 接下來的路程就由警車來帶牢 抱著懷中才一歲大的寶貝女兒 媽媽滿臉自責 因為女兒突然高收不退請鄰居幫忙開車送到醫院 女嬰卻在半路中突然抽搐 情況危急 警方一路民敵開到小女嬰被抱進急診室裡 人還很虛弱 緊急治療後總算沒事 警察剛好在路邊臨檢然後我們想說就請求警方來支援我們就很謝謝這樣 副所長當下看到這個婦女就哭哭啼啼的然後申請非常的慌張 從這個刺卡線大道一直到門後醫院緊急把這個小孩子救治 原本從女嬰住的同門村到醫院車程約十八點五公里開車得花半小時 園警火速救援只花七分鐘順利抵達 還好有了園警貼心舉動救了女嬰一命 也讓媽媽一顆焦急的心可以好好平復 記者廖威靈 楊文欣 花蓮報導